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新北市三众独居老人围炉活动今年一时板桥凯撒饭店举行,国民党主席吴敦毅,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都受邀出席,不过两人一前一后并未碰面,吴敦毅事后被问道此事表示,大家行程不同,没遇到很平常。 活动原定11点40分举行,因故受到延误,先到场的侯友宜一一遇到场的长辈握手寒暄,长辈也热情地动算,市长回应至此时也提到,希望以后每一年都能来跟长辈吃饭。 据一句,随后准备离去前,特意在停车场等候吴敦毅,不过,就在吴敦毅抵达前约三分钟,侯友宜即已敢行程为邮先离去,转行与会的社会局长张景丽,国民党是党部主委李甘龙代为致意。 吴敦毅随后抵达,与侯友宜擦身而过,吴敦毅被问道近来所谓他与朱立伦是国民党内两个太阳的说法,吴敦毅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,至于侯友宜敢行程先离去,吴敦毅则认为大家行程本来都不同,没遇到很平常,不用刻意挑剔。